5名女公關 亮麗外貌 繳好身材 重點講話語氣 超級溫柔又撒嬌 輕易擄獲男人心 他們被詐騙集團當成幼兒 鎖定目標遍及全台 30歲以上的男性 被害人資料還被作成男子圖鑑 台中檢方去年破壞愛情詐騙機房 陸續收網逮捕13人 其中幕後金主黃姓男子 得知同夥女友落網後 為避免自己被鎖定 把女友找來犯刑律師擔任委任律師 刺探偵查秘密 她透過與建方進行 接押停 律舰借體等機會 掌握被害人數金額等 再把訊息交給黃姓主賢 對方在轉告未到案的共犯 表示現在投案沒用 到時被抓要統一說法 律師最後被泄密罪起訴 擴大追查泄密案件 經執行搜索約談 預知涉案之犯刑律師交保15萬元 全案偵查終結 檢察官認定犯刑律師 涉犯洩漏國防以外祕密罪嫌 向法院提起公訴 為詐騙集團擔任委任律師 取得偵查內容 結果事情曝光被刑案底 結果前致電犯刑律師 有五回應 在訊息中在現任 臺中採訪報道